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列社长张满娟 我们听到的是王兴莲和正义所演唱的《风中的杂陈》 我对开窗门 看日落月深 看黎明黄昏 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 看日落月深 看黎明黄昏 看不到你柔情的眼神 只听见永恒的潮声 永恒的潮声 影响风中的早晨 影响风中你的每个早晨 我对开窗门 影响风中一个早晨 我静静地等待 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 看日落月深 看黎明黄昏 看风儿吹过每个早晨 看日落月深 看黎明黄昏 看不到你柔情的眼神 只听见永恒的潮声 永恒的潮声 影响风中的早晨 影响风中你的每个早晨 不知道你是不是有养宠物呢 不管你的宠物是领养来的 还是购买来的 其实我个人是没有觉得说 购买就是怎么样的最大恶极 因为我觉得这是每个人 青菜豆腐各有所好啊 有些人就是外貌协会的啊 这个不是就跟挑伴侣 或者是挑恋爱的人一样吗 有的人就是觉得我就是要挑一个我看喜欢的 那我这样每天生活才会觉得很愉快啊 那如果我只是去领养 但是领养到了我一点都不喜欢 然后我每天看他 我的心情不愉快 那到底是要干嘛 所以其实没有必要 我觉得没有必要是说 哦 只能领养不能购买 我觉得是应该要去慎选 你所购买的那个地方 它是不是一个合法的繁殖场 或者是不是一个人道的 一个贩卖的地方 我觉得这才是很重要的重点吧 我的感觉是这样啦 像我们家的猫呢 它们虽然也是领养来的 但是我必须要说 我是看他们可爱才领养的 我不是因为要做善事才领养的 我就觉得他们长得滑稽 欸 这个理由有点奇怪 但是我真的就是觉得 他长得很滑稽 我每天看到他我很开心啊 那我很爱我就领养他了嘛 对不对 但是呢就是时间也过得很快 好 转眼之间呢 他们来到我们家也已经快要满五年了 好 那再算一算他们 因为他们都是成猫的时候被人养的嘛 所以再算一算 他们可能有一只已经五岁半啊 另外一只可能已经有六岁半了 哦 他们都已经算是中年猫了 即将要迈入老年猫了呢 虽然他们看起来还是那么翻滚撒娇可爱 但他们年纪真的都大了 那有时候也会去想说 如果有一天时候到了 他们返回喵心去 那我接下来要怎么做呢 我会怎么做呢 有的人会把自己喜欢的宠物的皮毛 取下来之后做成标本 我觉得我是一定不会这样做的 好 那最近还有一个是叫做复制宠物的 这个很厉害我觉得 因为现在科技真的越来越进步了嘛 所以我们的世界已经具备有让心爱的宠物死而复生的技术了 在美国呢 有越来越多的有钱人正在委托科技公司复制他们心爱的宠物 就在美国德州的安德森在四年以前失去了他最爱的一只白猫 那就在他陷入于爱猫天人永隔悲痛万分的时刻 他想起了有一家能够替四组复制宠物的生物科技公司 结果四年之后他就带了一只白猫回到家中 而这只白猫呢长得就跟去世的白猫几乎是一模一样的 安德森透露他当年复制一只猫的费用大概是两万五千美元 差不多是台币七十二万零七百一十二元 而在四年后的今天呢如果要复制一只猫的话 它的价格已经飞涨到三万美元 大概差不多是台币的八十六万四千四百零五元 而如果要复制一只狗的话呢就会需要五万美元 这和台币呢是一百四十四万 然后再加上六百七十五元 这个安德森复制爱猫的故事 今日被当作新闻报道了 有的人觉得好羡慕哦 有钱真好是吗 但是有些人呢也不是很赞同他的决定哦 那从这个1998年呢 美国这间生计公司就像孕育了陶列羊的苏格兰罗斯林研究所 购买了复制技术的知识产权 原先他们希望用在牛跟羊等等的牲畜身上 作为动物育种 增强动物抵抗传染病的能力 不过呢这六年呢却意外的发展出了复制宠物的新兴事业 他们估计呢自从在2015年开始服务啊 截至目前为止已经复制了有上百只的宠物 复制宠物的程序呢大致上就会从宠物的大腿 或者是腹部采集皮肤样本 培养出足够的细胞 接着呢就把这个细胞的细胞核 植入去核的未受精卵中 培养成胚胎最后再放入到动物的代理育母的子宫中 等待生下小猫或者是小狗 除了美国之外呢 复制宠物的这个行业也在其他国家持续发展 比方说在中国北京还有在韩国都有类似的服务 那善待动物组织就表示说希望人们与其复制的宠物 不如到流浪动物的救援中心去收养一只 他强调呢每年有这么多可爱的猫跟狗被弃养 在流浪动物救援中心饱受痛苦 而复制宠物呢只是在加剧这些无家可归的宠物们 动物们的危机而已 那你会不会去复制动物呢 会不会去复制你的宠物呢 我是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啦 但是今天因为在分享这则新闻 我就很快速的想了一下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复制吗 其实我养了猫几年以来 我越来越觉得我自己非常的幸运 因为我养到了我觉得是很好的猫 那什么叫做很好的猫呢 就是并不是他们每一件事情都很符合我的理想 比方说他们有一点亲人 但又不会太亲人 比方说他们脾气还不错 但是也不会太好 比方说他们身体健康呢 还勉强及格 但是也不是很健康的猫 就是他们天生都有一些问题 那很多人会说猫咪有一些很麻烦的事 比方说很吵闹 比方说随地小便等等之类的 那我们家的猫有时候很吵 特别是在早上我想要多睡半个小时的时候 他们两个真的是轮流到我的门口 大吼大叫 那种吼叫的情况是 你会以为是不是有人正在鞭打他们 还是踩了他们的尾巴之类的 真的尤其是我们家那只很滑稽的一件 他真的是一只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 那时候公关的不得了 这些有人来我们家 他就跟人家好的不行 像昨天我们家来了一个职能复健师 是帮我妈妈上课的 那刚好那个年轻的漂亮的女老师 她自己家里面也有养猫吧 可能是这个原因 我们家那一件呢 就对她一见钟情 就对她非常好 跟前跟后 人家坐下来 她还跑到人家后面去坐着 就是感觉一副那种 我粘定你了这样 然后人家很忙在上课 没理她 她就自己跑回自己的房间 不一会儿 就发出了一种非常凄厉的叫声 然后那种凄厉的叫声 是叫到那个老师 本来在上课忍不住停下来 问我说 你们家的猫是不是被 关在小房间里出不来 要不要去救她 我说没有人管她 她就是一只很drama的猫 你看着好 她等一下就会出来了 结果还没讲完 她就出来了 看着看我们的反应怎么样 她就是这样子的一只猫 所以你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 然后讲到就是乱尿尿这件事情 我们家的猫 到底有没有算乱尿尿呢 其实我常想问这个问题 就是假设 她没有在猫沙盆里尿 但她会在某一个固定的地方尿 这样有没有算乱尿尿 她会在猫沙盆以外的 某一个地方固定在那里尿尿 有没有算乱尿尿 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 很好的问题吧 所以可以回答我 这样到底算不算乱尿尿 然后我就说服我自己说 没关系啦 但是起码她是在 固定的地方尿 没有走到哪里 尿到哪里 这样子已经很好了 所以我对猫咪的要求并不高 但是我也在想说 如果有一天我失去她们的话 我一定会觉得很难受 然后我一定会觉得很舍不得 但是我会不会复制她们 不会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每个猫都有她自己的 特别的个性 还有她特别的样子 其实你如果身在这个世界上面 能够多认识一些不同的朋友 不是很棒吗 那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 能够多跟不同的动物发生联系 那不是一件很丰富的经历吗 所以基于这个原因 而且我真的觉得外面真的有好多很可爱的 猫猫咕咕咕的 其实真的是在等待 等待着有心人去领养她们 所以呢 我应该是不会复制的 那你呢 好 一向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首歌是许光 汉汉跟魏如轩所演唱的 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 真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歌名 分笔跟铅笔有什么关系 早就把你名字默写过 再看手机的空档 若无其事 从我跟怪物有什么关系 我都有第一次的笨拙 也试着再平行 也要交集 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 我们为什么不能喜欢这样的自己 太完美 是承认着美 不完美 少不后悔 身高和距离有什么关系 一套光一样把我转头 你点着的脚 亲吻我的影子 年上和年下有什么关系 当心跳相遇 我再领走 所有记忆的答案 我都怀疑 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 我们为什么不能喜欢这样的自己 太完美 像认真美 不完美 至少不后悔 感觉 然后悔悔 甚至是 我的心灰 我今儿胡说不上 那句话 我都怀疼 自己 而言 我都怀疼 我都怀疼 我怀疼 玩笑 我怀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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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人的是教室 我想有你的眼睛 明白你 明白你才明白自己 什么跟什么有什么关系 今天呢在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哈列车 邀请到的是我神交遗嘱的一位朋友 还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营养学博士 吴应荣老师 应荣老师最近呢就跟另外两位写作者一起出了这本书 叫做长道俊 对了身心就健康 那我本来跟这个应荣老师就是有一种欣欣相惜之感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照顾者都独立照顾者 哇身心俱疲 所以更要把自己照顾好对不对 应荣老师哈喽 曼娟老师哈喽 好高兴看到你 对啊终于见面了呀 是啊是啊 好我们今天来谈这个长道俊的这个问题 那之前我比较容易看到长道俊这个词汇出现啊 其实都是跟一些电视广告上面 游落乳啊 什么优格啊这些相关的事情 所以我都以为说这可能只是广告上面说说而已 后来读了这本书以后我才发现 哇我们全身上下 有理到外 都跟长道俊脱离不了关系 对不对 对我们就先请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长道俊 好啊我现在先要跟大家讲一下就是说长道俊跟益生俊其实对我来讲是不一样的东西 对那长道俊就是我们本来就住在我们肠子里面的俊 然后这个俊啊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一大群住在我们长道里面小小兵 比如说你把镜头放到我们厂子里面 哇怎么那么多 有密集恐惧症的人可能会觉得吓一跳 然后这些小小兵有的是好人 然后有的是坏人 然后有的是在中间这种墙头草型的 还有时候看到东西是比较好俊喜欢吃的 吃下去以后他就会往好俊那边烤 对所以他哇那个数量很多 大概是我们人体本身的细胞数的十倍上兆个 哇真的 对所以有时候就在想说到底是我们怎么长道里住那么多小小兵 其实他在控制我们全身 是 然后再回来讲这是长道俊的概念就是他本来就住在我们长道 那像因为电视广告那些哦 其实叫做益生俊 益生俊其实是有产业 也就是说用科技的方法培养出来的好俊 然后其他要符合一些四个面向才能把它叫做益生俊 第一个就是他一定安全 然后呢还有他要是活俊 然后再来就是说你要有叫得出他的名字 就是要有俊珠 然后呢就是要去做研究 你要你要把这个俊珠拿去做实验 然后发现他的确对人体某些有帮助 这才叫做益生俊 OK 好那我是不是听说我们其实每个人刚生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带了很多的很好的这些长道俊 对 但是年纪越大以后好俊可能如果你没有好好去保持它 它就变少了 然后坏俊就变多了 就会让我们整个身体的机能就往下降 是这样子吗 没有错没有错 因为其实在这边很玄 就是说我们长道俊 它会随着我们吃下去的东西 甚至我们的睡眠有没有运动 它那个好人坏人的比例 好俊坏俊的比例都会跟着不一样这样子 那其实刚开始 baby生出来的 大部分是从妈妈带来的好俊 是比较多的 然后慢慢的 baby可能就在地上乱爬 或乱吃一些东西 所以坏俊会越来越多 然后我在这本书 这本书特别要跟大家强调的观念 就是说我们吃下去的每一口东西 它里面都有一些好东西或坏东西 会影响到我长道 那至于我想要在这边跟大家讲说 为什么长道它待在肠子里 却会控制全身 这个的确让人觉得很玄 主要是因为那些不管是好菌啊 坏菌它自己在肠子里面 吃了东西以后 那个东西就是我们吃下去的食物 好它吃了东西以后 好菌会分泌好东西 像一些好的脂肪酸 短裂脂肪酸 那坏菌呢 它会分泌一些毒素 好那然后呢 我们肠道里面好多好多微血管 然后我们就把那些代谢物 吸收到我的血液里面 然后运送到我们全身 所以它其实是控制我们全身的 了解 对 那像有些老人家比方说 他会觉得消化不良啊 或是脏气啊什么之类 这可能也都跟他的 肠道里面的坏菌变多了有关系吗 有有关系 绝对有关系 而且如果说老人家 他没有特别好好的去保养的话 他的确比年轻人的坏菌更多 好那因为基于我们两个人 都是独立照顾者 压力都很重 而且你也是一打二 我也是一打二 对 所有们两个就有心心相惜的感觉 还没见面就已经很相惜 我们就先从照料老年人的 因为我们听众朋友 很多可能也是照顾者 是啊是啊 这从照料老年人的肠道菌开始说起 比方说 除了一些生活上面的照顾员 或睡眠啊什么之类的 吃什么东西是比较容易 让老人家他们的肠道里面的好菌 变得比较多一点呢 好菌喜欢吃的东西叫做纤维 可是刚好老人家很多牙口不好 根本就不爱吃 他第一个不爱吃 而且牙口不好要不动 那像以我来讲的话 我妈妈就是 她嘴巴是干燥症的患者 她没有口水 她吞咽都有点困难 牙齿几乎都没有这样子 所以我如果说以我妈妈来讲的话 我妈妈她的纤维啊 我都是要先把它煮烂 然后再把它搅一搅 然后再拌到面线啊 或者是我妈妈 比如说举例来讲 我妈妈喜欢吃丝瓜面线 可是呢 丝瓜纤维多 她咬不太懂 然后那个蛤蜊 她也喜欢吃蛤蜊 蛤蜊完全没办法咬吧 对没办法咬 那我是怎么做 我就是先把那个蛤蜊 丝瓜就煮好这样子 然后把蛤蜊可蛋都是拿掉 然后那个汤头已经就是煮的这样 不是太水这样子 那就有味道 然后我把它拿去调理机把它打 就煮好以后 把味道煮出来后 调理机打以后 然后把它那个去拌面线 所以就是让丝瓜的纤维啊 吃进去 那因为好菌就是喜欢吃纤维 对 所以纤维 所以很多老人家 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个纤维摄取不够 所以他的好菌就长不起来 这个我很好奇 想要来请问一下英勇老师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在料理一些青菜 给老人吃的时候 我们会想说 如果把它煮得太烂的话 那不是把那个纤维都煮化了吗 那它吃下去不是就没有用了吗 可是就照您刚才的说法 因为如果他们没有办法用牙齿去咀嚼 那必须要我们把它煮得更软烂 或者甚至于用一些调理机去打 它其实也是同样可以吸收到纤维的感觉 好像是这样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继续聊 这里天气在下雨 你哪里清空外里 我两个月的感觉 我两个月的感觉 有点怪奇 我两个月的存在主意 有交集也有平行 我两个月的感觉 在这些地方 你还没关系 我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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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捐气 我捐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者是营养学博士 吴应荣老师 其实这本书一出版就很畅销 基本上也不太需要 做什么选择 是我个人私心想说 因为我跟应荣老师 都是独立照顾者 所以觉得我们应该 见见面互相打打气 有没有 增加一点正能量 对 没错 然后刚刚就讲到说 照顾家里面的高龄的长辈 讲到怎么样可以增加 他们的肠道菌里面的 好菌的部分 纤维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们有提到 如果这些纤维长辈 咀嚼起来是有困难的话 其实可以把它煮得更软 或者甚至于把它打成 这个姜或是汁 也是可以补充的 对 很多人其实真的 很多人问我说 那些纤维啊 大家都觉得说 那纤维打碎了就没有用了 就不见了 其实没有它还在 而且它还有功效 所以大家不要有那种错觉 就是说反正打碎了 它也吃不到纤维就不给了 所以在长辈的食物之辈中 那个蔬菜要把它放进去 是蛮重要的课题 对 然后另外一个东西 其实对于长辈中的好菌 或者是我们自己身上的好菌 也是蛮好的 叫做鱼油 就是鱼油 就是我们可以选给长辈 比如说鲑鱼啦 然后青鱼啊 那些含有脂肪比较高的鱼 那它那个油哦 也是好均喜欢吃的 所以吃鱼是对的 而且是比较大型一点的鱼 是不是 其实不太需要特别大 不用特别大 对 因为像青鱼也没有很大 也是 然后秋刀也不错 秋刀 对 不过就是记得要刺 要把它拿干净都对 那些鱼的话 它其实都还蛮多脂肪 而且都是所谓的好的N3脂肪 就是说会让我们身体比较不会发炎的脂肪 所以让长辈多吃些鱼也很好 然后还有就是水果 就是各种不同颜色的蔬菜水果 也可以就是如果说长辈牙口 当然啦 如果长辈牙齿好的话 我鼓励水果就是吃 就是整个吃 连纤维一起吃下去 OK 尽量不要打成汁是不是 对 打成汁也就无所谓 可是千万不要把那个纤维滤掉 现在的其实 现在的那个调理机啊 它其实就是把皮拿掉以后 它打得还蛮细烂的 就尽量不要说是去挤 挤汁 然后呢 再用纱布啊 还是什么 就是把它过滤掉 那种太贤惠的 不需要 对 因为这样子变成 长辈只是吃到糖 那因为在营养方面来讲 现在果汁 如果说没有纤维 就是糖水 对耶 说的有道理 OK 而且你给它太多糖水呢 就会遭致不好的结果 就它的血糖会过高 我上一次跟益荣老师求救的时候 就是我妈妈突然之间血糖升很高 我后来想想那段时间 她吃了很多像是 序家 那个水果的血 那个甜分很高 对 对 好 所以纤维很重要 好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 可能跟年龄没有什么关系 就是这个季节春天 其实是很容易过敏的季节 然后在书里面 我也有看到一个就是 养好肠道菌 远离食物过敏 老师跟我们说一下 到底有哪一些食物是比较容易 不见得每个人 但它可能比较容易会引起一些过敏的状况 其实真的是不一定 像有的人是对海鲜容易过敏 有人对乳制品 有的人甚至某些水果 也是会过敏的 所以这些的话很重要的是 你要去观察你自己的过敏的 你可能今天吃了一些什么东西 怎么开始痒了 你开始要去想一下说 我是不是每次吃那些东西 就会过敏 像我自己本身 我的肠子会对青椒过敏 是哦 那茄子呢 茄子不会 青椒的还有黄椒 甜椒类 椒类 对椒类 那我都会跟你讲说 那是很好的维生素C来源 很好的类黄酮来源 是很好的矿氧化师 可是我自己就不能吃 没有办法 所以每个人过敏的东西真的不太一样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可能要好好的去 大概就是去看一下说 我到底是不是有过敏的现象 那其实有研究就是说 如果补充一些益生菌 它可以让我的过敏比较好一点 可是问题又来了 问题来了 现在的益生菌的菌株太多 因为已经发展到 我这个是给过敏吃的菌株 这个是让好睡的菌株 对对对 然后这个是只有佛藏味道的菌株 对 所以可能大家要选的话 可能就要去仔细看一下 可是说真的厂商也不能讲 他如果没有拿到什么小绿人标章 他如果一讲会被罚 对对对 所以这个可能就是从边边角角 他们可能会一些暗示 大概就去选一些 比较针对解决你问题的一些的益生菌 了解 我在读您的书的时候 有看到里面有常常提到 就是跟牛奶有关系 就是比方说要喝 每天可能要喝多少牛奶 或者是要吃一些什么跟乳制品有关的东西 那可是有些人真的 我现在发现越来越多 我周围的朋友 包括我自己 我们是对乳制品会过敏 就很奇怪以前为什么不会 为什么现在会 可能有一段时间如果你不吃的话 你吃了可能就会过敏 或是拉肚子 乳糖不耐 如果說你可能有那段時間你都在吃 他身體適應他 一個就是乳糖不斷就是會拉肚子 然後另外有些人喝的所謂過敏 可能會身上起疹子 那其實我自己私人比較推薦乳製品是無糖優弱乳 為什麼 因為他的喝了比較不會拉肚子 因為他的乳糖 他在發酵的時候已經被那些菌給分解 所以我們不會拉肚子 然後另外就是說像那個無糖優弱乳或是無糖優格 他裡面有好菌 好菌的話就是吃下去的話 都有腸道的好菌會比較有幫助 然後就是說他因為發酵過程中 他的鈣 另外產生酸酸就有沒有覺得發酵 酸酸的環境下其實對我們的鈣質吸收更好 然後蛋白質更好吸收 所以如果說有些人 他如果喝一般的牛奶 他是會過敏會拉肚子的話 可以試試看 就是改成優弱乳 OK 無糖的優弱乳或者是優格 對對對 那有些人可能 他比較沒有辦法接受無糖的 那其實我自己都喝無糖的會比較多 因為糖本身也是對腸道的好菌會讓它下來 壞菌會增加 對 所以講到這個很多很愛吃甜點的朋友 其實就要特別注意 他你吃那麼甜不只是會讓你發胖的問題而已 對不對 還有很多其他問題 對 他會讓我身體最重要的會產生叫做發炎 慢性發炎反應 那我們身體很多的一些疾病都是從慢性發炎來的 包括肥胖也是 或是很簡單的長痘痘那種都是 都是慢性發炎反應 所以我會跟人家分享說 你糖不是說不能吃 盡量減少 盡量減少 就是不要沒事就去拿個餅乾 拿個蛋糕 然後或者是甚至拿那些當早餐 午餐當主食 很多人會這樣子的 好那我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都知道說 我們要盡量少吃糖 可是有些東西 我想確定他到底是不是跟糖有關係 比方說蜂蜜呢 那蜂蜜可以嗎 他也是糖 對啊 對就是 其實不是說都不能 就是要盡量減少 他的確也是糖 然後在這邊又跟大家講說糖 是那個sugar 是我們額外添加進去的糖 那因為現在很多人 糖到連飯啊 煮食啊都不敢吃 那個不對 就又太過了 又太過了 對對對 OK 好 所以你也不會反對說 吃一點 骨類 就是像是 飯啊什麼之類的 對不對 只是說可能不要吃那麼精緻的 對對對 白米 或者是白麵 沒錯 好的 我們先來聽這首是旺福所演唱的咖啡戀曲 不知為何現在突然想來一杯咖啡 許多嚮往的回憶 把它一口喝下去 人生很多苦澀最後都會沾成甜蜜 我和你那段過去是不是也一樣道理 不知為何現在我就是只想喝咖啡 C O F F E E到底是什麼意義 曾經很多甜蜜 是不是因為有了你 我不懂愛的道理 也不懂Coffee 人說有酸有苦才是好的香氣 可是我怎麼也不能分明 這是我一輩子不會懂的秘密 不懂得你好在哪裏 喝完這杯也許我會忘記你 也許會更加濃郁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個小时的幸福號列車 我是列車長張曼娟 我們今天訪問到的實知名的作家 營養學博士吳英榮老師 那最近呢 老師出了這本書叫做 腸道菌 對了身心就健康 這本書是臉譜出版社所出版的 那我們就一起來關心一下腸道 這其實我們對腸道的了解 並不太多 可能只有拉肚子的時候才感覺到 真的腸胃很不舒服 其他時候也不是非常的關心 那我們就來講一講就是吃飲食跟腸道的關係 我覺得像現在我有認識一些朋友 他們都有三餐不定時也不定量的問題 可能就是晚上工作到很晚 然後第二天睡到什麼時候就起來吃 可能時間早一點就吃早餐吧 時間晚一點就吃午餐這樣 然後說我有吃我有吃啊 我餓了就吃啊 但是這樣真的是對身體沒有傷害嗎 真的OK嗎 腸道可以適應這樣子的訓練嗎 我是覺得說 腸道的話 它也要一種規律性 就像我們睡覺也要規律 腸道也要 所以如果說你固定 早餐不吃我覺得也沒關係 可是你一下吃一下不吃 那我腸道菌也不知所措 對 所以就是說有研究發現說 你有三餐不正常 然後隨便亂吃了 那些人的腸道菌是比較屬於不好的 他的菌相是不好的 好那再來講到比如說 最近還滿流行那個斷食 大家覺得斷食很健康 對 有一種斷食叫做間歇性斷食 好譬如說168 前陣子很流行 很流行 那也是一種斷食 可是其實我自己 有一點在做輕斷食 我盡量讓我的 吃東西的時間 是在十個小時以內吃完 你說一天嗎 一天 就是十個小時以內 譬如說早上八點 然後以後吃 然後六點以前吃完 其實這是可以做得到 其實這是可以的 可是168我做不到 因為它變成早上八點吃 我四點就要做完 就要吃完了 這個我覺得對我來講 我沒辦法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說 好就算你要做進歇斷食 輕斷食 都要固定時間 譬如說你八點啊六點啊 你不要一下子八點 然後呢明天變成十二點 就是這樣的亂掉了 我覺得這樣很不好 那的確是對腸胃是不好的 真的 所以我們還是就是在斷食 或者是在什麼飲食 或者是在睡眠 這個方面都還是要有規律性 睡眠也非常的重要 對 但是我在讀您的書的時候 看到一個我覺得很有趣 我還跟我們家的 那個印尼妹妹分享 就是像最近呢 其實是他們印尼的摘戒月 對摘戒月 對所以我們家裡面的印尼妹妹們 都開始在摘戒了嘛 有時候他們剛來的時候 我看到他們這樣摘戒我會很緊張 因為他們是連水都不喝的 對 我們家的也是 對我在想說 這樣不會昏倒嗎 好像沒有 他們也挺好的 對 而且您有一段文 就是有寫到說 想要了解一下 摘戒月期間 這些穆斯林信徒的腸道表現怎麼樣 他們會不會因此 就是壞菌增加 沒有 他們其實斷食 有發現反而是對於腸道菌 會變好的 對 為什麼會這樣 好吃 就是其實有時候 我們人吃下去的東西 是不太乾 應該不是說不太乾淨 就是說 是對壞菌 會養壞菌 尤其是紅肉 紅肉其實 是喔 對 然後甜的東西 或是酒 然後太鹹的東西 也是會餵壞菌 所以他們可能在那段時間 就把這些東西戒掉 那 我就不曉得 穆斯林的朋友們 他們在吃的時候 在戒月的時候 吃的時候 特別的去挑食物 回去要觀察一下 我們家印尼妹妹 我覺得沒有 沒有是不是 我自己偷偷觀察 他們就說 我終於可以吃了 然後就大吃大喝 他們會先喝水 然後稍微休息一下 就開始吃自己想吃的東西 辣的啦 炸的 他們真的 他們的飲食 好愛吃辣的喔 對 對 辣的 其實 辣到底對 其實辣 如果說你適量辣 其實對腸道菌 反而是好的喔 對 一點點辣 吃好的喔 對 其實有看到這樣研究 而且辣 像我自己的話 我會把那個辣椒皮啊 因為我不太能吃太辣 就辣椒子拿掉辣椒皮 就放一點 因為辣椒皮有那個叫辣椒紅素 它也是很好的抗氧化的東西 是 對 所以適量吃一點辣是不錯的 可是他們的那種 他們的 他每次拿東西給我吃 他說不辣不辣 太太這不辣 對 然後結果一吃就 哇辣死了 我也吃 我覺得我上當很多次 對 沒錯 因為聞起來很香 對 所以我也想問 就是像那些香料 不管是這些東南亞國家 他們所使用的香料 什麼香茅啊這一類的 或者是有的時候 我們去吃 比方說義大利的食物 或什麼 他們會用一些 迷迭香啊 什麼那些香料 這些香料 對於我們的腸道 很好 那些香料是好的 真的 對 像咖哩啊也是好的 對 迷迭啊 大蒜啊 什麼月桂啊 那些都好的 真的喔 對對對 辛香料其實對我們人體是好 對腸道菌炎是好的 OK 這有點顛覆我的想像 我以為 因為會有刺激性 所以會比較不好 其實 不會 那些東西其實對身體都不錯 OK 好 那我們來講一些 一定不好的好不好 一定不好的 對 太鹹一定不好 嗯 的確是 糖不好 糖一定不好 炸的 炸的也一定不好 哈哈 那煎的呢 煎的稍稍好一點 因為它溫度沒那麼高 因為我們油在 炸的過程中 它有些裂變的東西 溫度越高 炸越久 裂變的東西是 就是越多 啊其他那個對我們身體是有一些毒害的 嗯 對 啊 所以對腸道菌 他也不喜歡 然後腸跟肝又是連在一起 腸道吸收 第一個到的地方叫做肝 嗯 對 所以有時候人喔 人如果肝不好喔 然後我們可以先從腸道下手 像我媽媽自己 嗯 她 好長一段時間喔 她都是 那個 肝指數稍稍高一點 可是又沒到吃藥 然後醫生就說沒關係 再觀察 那可是我媽又那種神經緊張型的 她在每兩三個月抽血 欸怎麼又高一點 又高一點 她很煩 嗯 那我跟她說醫生說沒有關係 然後後來因為我在寫這本書 我會說欸 腸道菌喔 會影響到肝 所以我開始給我媽補充一些 益生菌 嗯 再補充了三四個月 欸發現竟然降下來了 就是說 但不要很嚴重的時候啦 如果但很嚴重 你要去看醫生 不是很嚴重的時候 你可能就是 可以從腸道菌下手 OK 那你怎麼給她補充什麼益生菌 馬上有興趣 馬上有興趣 就是 對腸胃道 有幫助的啦 OK 所以不只是從食物裡面 有可能就真的就是去吃那種益生菌 對 其實我是直接給我媽吃益生菌 對 那也 如果說有的人會覺得說 欸那我不要吃益生菌 我可以剛剛講的優肉肉 我就可以啊 對 無糖優肉肉也是很不錯的選擇 OK OK 好 所以我們就真的蠻不建議有些朋友 就是可能加班加了一整天都沒有好好吃飯 其實已經很累了 但是為了犒賞自己 於是就去吃炸雞或者是鹽酥雞這些 可能這就不是對腸道好友善的一個行為 對不對 對 就是不好 就是偶爾啦 因為那東西實在是很香 真的 其實你越累越想吃有沒有 對 會會會 可是真的是 我也會吃 可是我大概就是吃個幾 一兩塊這樣子 因為我現在對於那種蛋糕啦 或者是這種炸的東西 我不是說我不吃 可是 我不會像我小時候啊 沒有營養概念 我可以這樣吃一大盤 或蛋糕可以吃一大塊 現在很節制了 現在比較 現在節制很多 因為我還沒有念營養學之前 我是一個完全沒有營養概念的人 我就好吃 我就給他吃 後來就是 慢慢的 有營養概念 然後寫書 就是 我還是會去吃啊 就是少吃一點這樣子 然後我真的就是 面對面看到 映榮老師之後 我必須要說 他所例行的這些 營養的飲食方式 或調理身體的方式 確實是讓他 首先 看起來身材真的很好 看起來很 很鮮瘦 但是又不是那種 欸 營養不良的那種瘦 再來就是很年輕啊 真的我必須要這樣講 就是 肌膚的狀態很好 所以我真的覺得 大家趕快來看一下這一本 腸道菌對了身心就健康 營養學專家的 互腸飲食全指南 那幫助我們也可以來到最理想的自己的一個狀態 今天呢非常謝謝我神交已求的映榮博士 來到我們幸福號列村 欸下一次出一本書專門講怎麼樣照顧老人好不好 我覺得這好像還蠻需要的 好需要 先拜託你了 好好 謝謝 謝謝 好我們現在聽到這首歌是田富珍所演唱的 身體都知道 感謝你搭乘兩個小時的幸福號列村 我們下禮拜見囉 拜拜 拜拜 我還要好的糖 配舞糖的綠茶 讓皮膚伸長 斷頭髮流長 把指甲剪短 一切都純淑平淡 一切不為被自然 心情惜與深精莫短 高興地茶 無非是誰循環 覺得苦那就吃一顆糖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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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